我們臨床上最常見的就是說 它的牙齒跟上下顎骨的相對關係 是處於異常的狀態 如果嚴重度很高 沒有辦法單純以矯正的方式來處理的話 這時候就會需要增額手術 那增額手術的原理呢 是一個移動骨骼來做改變的一個手術 所以以這些骨骼模型來做說明的話 我們臨床上最常見的是像這樣子 有點像是一個戶斗厚道的一個骨型的話呢 我們藉由這個骨骼下顎骨或上顎骨的切開 然後移到一個心的位置之後呢 再做固定 那就可以達成改善咬合的目的 所以原則上就是上顎骨切開 下顎骨切開 上下顎骨移到一個心的位置 再做固定 那就可以達到一個好的骨型或是咬合無關係 那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我們就把它叫做鎮餓手術 我們就把它叫做鎮餓手術 我還是這樣做鎮餓手術